一位身世如迷的英雄人物 一本武功秘籍 一方没有墓碑却有人守护的墓地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我是广东洪家泉的七传弟子周志慧 这还要从十年前的那场研讨会说起 2011年12月底 时任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的康歌武教授 来广东调研洪家泉的历史和现状 在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和广州市武术协会 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 康教授对洪家泉的传承史上 是否真实存在洪西关这个人物提出了疑问 我在发言中说 前辈们相传洪西关从福建到广东交权 最后死在中山小岚 是由史料佐证的 据说他的目的还在 康教授听了之后 鼓励我整理这些史料和找到洪西关的目的 促进洪家泉的传承和发展 2012年9月 在广州广电传媒集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 成立了设置组 开启了寻找洪西关足迹 和抢救性挖掘整理洪家泉技术体系的任务 并在中山市小岚镇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领南洪权流传了243年 在我省有300民众基础 是全民健身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是许多故事 背着人口 广为流传 因此 从各个不同的层面 记录着他的历史和现状 对传统洪权的挖拔整理 系统保存 乃至不断发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 在今日的社会环境里面 进行传播 所以我们投入相当的力量 来拍摄这部纪录片 我们期望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称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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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視洪喜观来广东郊拳拳的第一站 也是我们这个任务的起点 邓振江老师是岭南武术名家 洪加拳是她祖辈传下来的功夫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他创办的南越武术学校 为岭南武林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最早的时候 洪熙冠就在我们家乡南海和顺 那里和顺有个叫金山寺 洪熙冠当时就去过金山寺 开过班教授洪权 我们是乡下来的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学 我的先辈学了 第一代叫做等随昌公 他的父亲邓锦涛老先生 是享誉岭南的武术大家 为武术教育奉献了一生 逃离满园 中共不占换 我們三代人進來大同村執教 第一代是鄧龍師祖 第二代是我爸爸鄧錦濤 第三代是我 三代人都進來大同村 所以跟大同村結了超過百多年的緣份 已經可以說是 我都 откры那個 president 我從�lei 你把我它帶著 我 верх 嘴anga 交由 失像 你 事 我 motivational не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沙龙村 是洪西关弟子清代著名全师坦敏的故里 谭敏的爷爷谭义君曾在海床寺跟洪西关习武 村里除了谭敏当年练铁纸时留下的痕迹 还有他传下来的武艺 和山更有武艺 和山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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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洪西关首途洛日城 位于乡邻的连堂村故居 却依然保存完好 里面还住着他的后人 只是他们早已忘记了祖辈的武艺 我们在连堂村看到的 也不是洛日成当年传下来的功夫 而是一套叫做红头菜尾的拳术 那么这套拳是怎么形成的呢 离连堂村不远的三水区乐平镇大齐头村 是洛日成弟子郑金星的故里 绰号大口金的郑金星年轻时 跟随天地会首领陈金刚参加了1854年爆发的广东天地会起义 后来还担任大红国的兵马大元帅 而作为陈金刚 郑金星等人的祖师爷 洪西关自然而然就成了鸿门的五祖之一 为了尽快培养有生力量 陈金刚的师兄 洪西关弟子朱福的儿子朱子如 化繁为简 将洪家拳的印桥印马与蔡家拳的快挡融为一体 创编了这套洪头蔡尾拳 在全圣堂里训练义勇 大红国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淹没 所幸的是当年幸存的将士们 将自己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武艺保存了下来 传承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duit 能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尽快乐的武艺老师 能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是洪西关当年传授武艺的地方 遗憾的是 随着连生、雪峰等老一辈武艺高强的僧人缘迹 现在寺中的僧人已不上武艺 我们在美丽的星湖畔 找到了年于八旬的温荣望师父和他的一众弟子 看到了洪家全在赵庆传播的缩影 一旦拍摄,然后翻转 一 洪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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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motions 洪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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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比 itu needle 二 学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村举办的一场当地人称作出师场的传统武术联欢晚会 吸引了众多附近乡村的武术传承人参与 这种形式的晚会很受基层群众喜爱 各村之间经常轮流举办 对传统武术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传统武术的传承起来 优传承起来 中山是红西关娇权生涯的最后一站 过去红家泉在中山广泛流传 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目前小揽西区长州村 沙溪镇龙头环 盛施 豪土 象角 坎西 后山村 石崎区原丰村 火炬开发区豪头村 翠亨石门村 东区长江村和武桂山镇等地 还有众多洪家泉传承人 存续状况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炬开发区豪头 火炬开发区豪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我们领导的介绍 我们联系到为红西关守墓的张良妍 在她的引领之下 我们终于在大栏港上 找到了那块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 无法树立墓碑的红西关墓 2017年初秋 洪永强老师来广州找我 邓师傅 今天我过来找你 关于中山小林红西关墓这件事 我们都比较矛盾的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去拜红西关墓 也担心一件事就是拜错山 所以拜托你能够帮我们做一个DNA的验证 这个毛是红西关墓 我受托来到张良妍 位于小兰镇西区新村的家中 说明来意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张良妍三年前中过风 健康状况不太好 但还是执意送你 我带精通苗族医术的周迅斌医生 来给张良妍看病 你相信我呢 我就尽量有你 真的可以得到 你现在吃烟是每天也不好吃 你会不好吃啊 它本来是盖烟啊 就是不一段时间弄 不能再吃了 吃那个药味很辛苦的话 有没有信心啊 先隔着有点像路药跟牛药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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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说要动 怎么办 我又没动 可以的 可以的 梁哥 谢谢 梁哥 吃药之后这段时间怎么样 好一点 好一点是不是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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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弓可以的 手指弓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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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胃口不太好 对吧 要过三天之后 肺口才会恢复的 给点信心 梁哥 可以恢复的 好吧 现在有感觉的 证明你的神经 开始在恢复了 经过周医生 一年多的精心治疗 张良炎的健康状况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他能够拿着 烧心这种方的东西 都能够 这叫8公斤 有些所谓 写历史的人 他就找不到 红基官 所以令到红卷 在大概半世纪 参加比赛 有泳春拳 有蔡理佛拳 这些红卷 不能出名 这是参加比赛 就是参加比赛 其他难选 哪里 这参加比赛 这个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这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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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 参加比赛 撕掉这件事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 张良妍请来了他的三叔张本耀 老人家也是张家 收敛红西关遗骨的知情者 当时换过他们 一拍一拍就不拍 当时执的时候 红西关那个山就崩了 当时要近乘搭边 这样就执他 当时就抹掉 红西关的塔就肯定在这儿了 对 单独他做好事 将历史告诉后世 因为我们这些人做完就不会有人做过 因为我们这些人还做得到 就完美地做完它 所以我们才想将它搞得着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你来到来玩 你去找什么 你都发过了 有些工人 你靠靠你 算了 玩不见不见不见 直接玩就行了 我记住在 是边边有意见 边边没意见 2019年清明节一早 张良妍的弟弟张连妍 引领我们参加张氏家族的祭祖活动 有些人拜了 已经拜了 已经拜了 你有四房人吗 我都有 是不是有四房 这些四房 有四房 有些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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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 想怎么整个人 整个大家意见 整个人 可能要找拜生生的人 因为我大佬想弄 等于他们想弄 不同意 不同意弄 不同意弄 因为其他那些 那些 我大佬想弄 弄好 但我那些弄好 他们也不同意弄 后我阿爷 我那些舅碑 就在那里 他都不给我帮 那舅碑 因为全都改变过 我在这里 沒有,他都不讓我放,要讓我拿到 你有他的聯絡電話嗎? 三叔,我跟他說好了,怎樣找到阿潮他們 阿潮啊,就是東星那個 要不是你,有些人就走了 有些人就走了 那我怎樣才找到他 沒有理會啊 你們的大太公張正和紅喜倌 泰公是泰公的 泰公是泰公 兩位幾百兄弟都合同了 妻婆也不同 這邊是泰公的張正 其實他兩個是同一個的 他們是同一個 他們是當時說他們是瞬間 他們收拾不均後,重新拿了兩軍金塔 兩軍塔吧? 對 請專家上去,請金塔上來 大家看過 這件事有存在問題 因為我聽他們每家的意見 整理,問題不大 但是你說,想劃上來 這樣就應該會有問題 看來這件事還要再等一等 不過,一些舊泉譜資料的出現 卻也證明了洪西關與花縣洪氏一族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舊書樓出了兩份資料 就是黃添生自稱的權譜 裡面確認洪西關是福建人 這段時間經過多番努力奔走 我亦在民間得到一本舊的譜 這裡說福建洪喜來廣州 這裡有個黎永涵 兩個姓黎 他就是望江人 他望江那邊有師父玩功夫 為了證明舊泉譜的真偉 我和洪永強老師來到白雲區旺港村 我和洪會長有本權譜 我看過 應該是我們望江雅 黎永涵寫的 你看看 以前有本權譜 我都看過 你看看能不能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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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都很久歷史 看它就 這款是永涵寫的 這款是永涵寫的 阿信叔 它這個封面寫 五允浦泉 這個泉是什麼 洪西關泉泉 這裡有個地址 漁北望江鄉 望江鄉是不是這裡 是啊 那以前望江叫 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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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漁北 它有個四泉 黎永涵 那有沒有這個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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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屋製的 也是講到黎永涵 它這個 都是用洪西關 鐵打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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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用這個A 是啊 就是對上了 對 我這次來 認識你 我又找到 這麼多位老前輩 也解釋了 這本拳寶的來龍去脈 我現在很開心 一個疑問 解釋清楚 這個黎永涵 這個師傅 那在這裏 應該還有一些 譬如說 徒弟 或者傳人 或者他的 有些什麼痕跡 或者有沒有 綜屋之類的東西 綜屋 綜屋 現在還在這裏 還跟青春屋 還在這裏 你說他傳了的功夫 你說多就沒有 就是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痕跡 還有一些 可以玩得出 那就最好了 我這些就不能動 可以了 是嗎 這些口缺有些 這些口缺有些 你才可以開學 一得思 二夫力 三意當中 審不絕 四正式 五飽食 六意濕毛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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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 這是阿咸師走到教功夫的口缺 才能夠好 你才患得一次 你來自從功夫 首先要女生的每一步 或者是年輕人回到 好啊 正如來一趟 好 謝謝你 學功夫在果頭果筆根 學功夫在果頭果筆根 正式的永蘭肯總局 現在是有回事 永蘭是女學功夫 學功夫在果園那裡學 學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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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紅家 練功就要經過蜜虎 剛才拿到一滴絲 蜜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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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幾間石 這隻也不簡單 這個同場拿得到 如果就這樣拿完 我以前都拿完都心 我都丟有力 因為我無膝頭 起腳下不行 沒有辦法 所以我要玩功夫 之後就學不生了 拜拜 一塊 一塊 拜拜 一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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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